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有关的民调中心也指出 对比大选前所进行的民调 目前的数据显示 对于新政府的满意度有小幅下降 显示大选期间的狂热退烧 以及期望在现实中出现落差的情况 在这里跟您预告 今天晚上10点的百个大家讲 我们邀请了嘉宾跟你一起谈谈 新蒙百日 你满不满意 接着来看国会新闻 根据今天议程 财政部准备提成一项动议 要求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和总计察署 重新调查YNDB案件 目前这项动议在议程表排在了第五位 可能会在明天国会最后一天才能够提成 而身为YNDB关键人物的前首相纳吉 在国会走廊受询的时候就表示 不反对公账会的调查 因为这是为了找出真相 而他一补充 公账会也应该要针对192亿 准备退款的进向税事件 展开全面调查 另一方面 公账会已经主动表明会调查192亿案件 而对于YNDB案件 主席罗纳见底就说 公账会必定会根据国会动议行事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美食有谁不爱吃 但你最爱以下的哪一种呢 著名旅游杂志《孤独星球》 日前就选出了全球500大必吃的美食 大马咖喱乐莎更是遥遥领先 夺得了亚洲榜首在全球高坠地尔 对咖喱乐莎的评价 《孤独星球》是这么写的 咖喱乐莎使用了多种的香料 加上椰奶 融合成为招牌的橘红色汤头 这是大马独有的口味 其他入榜的亚洲美食也包括了 大家熟悉的东京寿司 曼谷青木瓜沙拉 新加坡的辣椒螃蟹 北京烤鸭等等 参与评审的都是来自西方的美食家 以及名厨 包括了澳洲名厨 亚当料和美食博主 利亚卡兹姆 最后有国际新闻 今年夏天 多国出现了异常高温 让当地不少民众苦不堪言 但当在《玄威石数》杂志 《自然通讯》的研究显示 高温天气恐怕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根据这项研究指出 由于人类大性土木和发展经济 有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到了大气层 造成了全球温度上升 再加上自然变数 导致地球表面温度上升 两者结合 令暖化的现象加剧 科学家估计 这个现象恐怕会持续至2022年 这一段时间内 岩下和暖冬预料将会频繁出现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